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流體力血之連續方程 就是這個 他跟那個柏努力方程 柏努力方程一般指的是這個 他問說分別代表流體力血之何種物理量熟 這個代表質量熟 這個代表能量熟 那我們來說 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代表質量熟 這個代表能量熟 就是說這個可以怎麼看呢 就是說我現在有個管子 那有個管子的話 這個介面是A1 那這介面的話裡面是A1 那因為裡面的質量不會累積 所以我進去的質量 跟出來的質量又一樣 那進去的質量多少呢 D1 ME 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等於那個 單位時間 流進去的什麼呢 等於是那個 水流密度 就等於那個 ROVE A1 那乘以 乘以那個 恒解面積A1 這樣子 然後再乘以多三 乘以這個DT 乘以這個DT 或者是說這個除以DT 那為什麼這個 那為什麼這個會等於這個 理由是這樣子 這個DME 可以怎麼看呢 就是在DT時間裡面 它 就是說 等於是在DT時間裡面 流進去的這個長度 這個叫做DL 就是DV 就是ROVE1 乘以那個 體積 那ROVEY是多少呢 ROVE1就是這裡的密度 啊 乘以DL DL DL就是在DT時間裡面 掃過去的這個長度 那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是 面積 面積A1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把它給處理多少 處理那個 DT 所以我加A1 這就等於ROVE1 V1 A1 好 那同樣的道理 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這裡的 這是DV1 M2 DM1等於DM2 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它進去的質量跟出來的質量一樣 這個就是ROVE2的DV 這個應該是DV1 好 如果 如果假設呢 它的這個 密度的話 不一樣的話 那麼它質量會熟 但是它體積的話 並不一定會一樣 這個等到什麼 等於ROVE2 DL2 這DL2 R乘以那個 A2 A2 好 那我把它除以DT 除以DT 除以DT 這個 這個就等了 這個叫ROVE2 V2 A2 好 那它待會時間區的質量 跟它待會時間出來的質量一樣 這兩個一樣 所以就曉得 ROVE1 V1 A1 等於呢 ROVE2 V2 V2 A2 這個代表質量熟 進去的質量跟出來的質量一樣 所以這代表質量熟 好 第二顆的話 柏奴力方程的話 代表能量熟 這怎麼看 假設這個有個管子 它的那個有高度差 有高度差的話 有高度差的話 那我這裡的話 這裡有壓力PR P1 那這裡壓力的話呢 是P2 那我現在呢 就盯住什麼呢 盯住呢 這個水 這個水的話 我現在 你稍微呢 推了什麼呢 一段距離 推了一段距離 叫做DL 那這個體積我叫做DV 那我假設呢 它是不可壓縮的 那出來的體積 也會是等於DV 這兩個體積一樣 好 那我現在 這壓力給它做正攻 做的正攻 是P P那個 這個叫A1 DX1 事實上這個 這個就是DV 沒有 這個是DV 加量多少 減掉多少 就算你給它做進去的功 正攻 那這是復攻 復攻 這是P2 A2 D S2 我就說這個 P乘以A就是F FDX就是D 沒有 這個是D P乘以A就是F F乘以DF就是做功 這做的功呢 我們假設它是獲得能量 獲得能量 就是它動能的變化 動能呢 有多少變化 就是二分之一 假設這裡面的質量 我們叫DM 那因為它質量要守門 這這樣是DM 這這樣也是DM 就等於 二分之一呢 這個 DM V2的平方 扣掉什麼呢 就是它動能增加量 二分之一 DM V1的平方 加上什麼 加上衛能的增加量 DM Z 我假設 這是H2 這是H1 H2 扣掉D 就是它的高度差 MGH H2 減掉H1 好 那我們知道 這個算是DV DV 我就把DV除過來 我就等到什麼呢 DET P 比度差 2分之一 Raw V2 平方 減掉2分之一 Raw V1 平方 等於Raw 加 Raw Z DET H 好 如果把1的通通移過去 2的通移過來 就得到 就得到 正常就是 P1 減P2 P1 加上 2分之一 Raw V1 平方 加上Raw G H2 Raw G H1 Raw 等於Raw P2 加2分之一 Raw V2 平方 加Raw G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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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H4 H4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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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H4 H4